哈囉,歡迎回到評價音響 今天要帶大家來挑選藍牙耳機 歡迎回到評價音響 今天要教大家怎麼去挑選適合自己的藍牙耳機 為什麼要提到藍牙耳機 實際上就是因為市場上對於藍牙無線裝置的需求越來越高 所以無論是現在你看到市場上最流行的完全無線的藍牙耳機 或者是這樣子的合照式 還是說中間有一條線的藍牙耳機 其實這樣需求一直以來都蠻高的 市場上的品牌那麼多種 怎麼挑才不會挑錯呢? 那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告訴你吧 我手邊有主要兩個類型的藍牙耳機 一個是這樣子 耳道式或入耳式或耳塞式的這種藍牙耳機 跟耳照式的藍牙耳機 那我們在門市的時候通常都會問幾個問題 譬如說你會在哪用? 那你會不會有考慮到攜帶這個問題? 那這就是會牽涉到耳機形式 那如果你想要方便攜帶 然後隔音又要好的時候 那當然這種耳機通常我們就第一時間就先放一邊 然後跟你說那你有這些可以選擇 那 像這類的耳道式耳機它有幾個好處 就你通勤的時候怕外面的聲音會吵到你的話 你只要把它塞進去 塞好 然後 音樂一放 原則上外面會有八成到九成的聲音呢 就會被咀嚼在外面 那當然就還是會關係到 然後隔音好後來當然還是會關係到你的音量問題 那這個再說 那 像這種耳機 塞起來會不會舒服? 其實他們現在設計都還蠻不錯 所以戴起來的配戴舒適性都還蠻好的 那 塞這個呢 就跟你去 像墊腳石啊 還是說去藥房買那種3M的海綿耳塞一樣 你就塞好之後外面的聲音基本上就隔離蠻多的 當然啊 那目前藍牙耳機的設計還是以這種耳道式為主 不過 不是每個人都真的很習慣說把耳機塞到耳朵裡面去 所以 像這樣子的耳造式藍牙耳機 它的存在價值依然還是存在著的 而且呢 戴上這個耳機 其實還蠻舒服的 那 戴上去之後 它還是有一個很 不知道 還是有一種安全感在 而且 當你有戴好之後 你音樂吹下去 其實基本上外面會有七成到八成的聲音 還是可以隔絕的掉 再來 耳機的功能也必須考慮進去 那 通常我們被問最多的呢 就是 這個耳機它有沒有抗噪功能 那 我這邊必須要講一下 抗噪 跟 隔音 其實是兩個 不太能畫上等號的東西 那 抗噪的話 這類產品在 英文原文呢 叫做 Noise Cancelling 那 隔音呢 叫做 那在字面上 其實你直接看 其實這兩個字面是不太一樣的 那 大部分的消費者會認為說 抗噪呢 就是把外面一切的聲音就把它咀嚼掉 其實它一開始的設計不是為了這件事而做的 那 抗噪耳機它 最大的功能呢 其實是在 你在戴上之後 抗噪功能打開 那 它會把在環境中 讓人 覺得說身體不舒服的低頻 甚至高頻 會把它先切掉之後 然後再透過裡面的數位晶片去運算 再把聲音再調整成你會認為覺得好聽的狀況 那 什麼叫做 不舒服的低頻跟高頻 譬如說 你經過電線桿 或者是大型的便電箱 或者是你耳朵敏感一點 有些時候你家裡 燈一打開 你會聽到這種很 很細微這種 咿咿咿的聲音 那就是會讓你在 讓你覺得身心會不舒服的高頻 那低頻呢 你在馬路上走路的時候 如果 剛好遇到紅燈 那 旁邊一個公車經過 它還停了紅燈 那 公車它有個 底部有個 嗚嗚嗚嗚嗚的東西 會讓你感覺到 從你這邊耳朵聽進去 然後到你身體的反應 那些會流 會讓你不舒服的那些低頻 它也會盡量把它消除掉 那當然就是 你體感的那個低頻 沒有辦法消除 可是 基本上進入耳朵 會讓你覺得 神經會覺得 啊啊啊啊啊啊 不舒服很暈眩的那種感覺 它會盡量把它消除掉 抗噪耳機最出名的不外乎就是 BOSE QC352 彈 那 他們設計呢 是 耳罩式抗噪耳機最經典的範本之一 它從佩戴的舒適性到 主動物抗噪功能到目前為止 都算是經典製作 那另外一隻呢 我們覺得CP值算是蠻高的 就是 鐵三角的ANC900BT 那它有提供三種不同的抗噪模式 讓你在不同的環境 你可以切換不同的模式 或有不同的抗噪強度 如果有運動需求的話 那就直接找 專門設計給運動使用的藍牙耳機就可以了 那這類藍牙耳機通常有幾個特點呢 第一個就是防水 或者是有防塵 那IPX 係數再高一點的話 說不定還可以拿到水龍頭下隨行 譬如說像鐵三角的Sport 7 TW 它就會兼顧防水 IP係數高 你可以拿到水龍頭下面去清洗的功能 那 這類的運動藍牙耳機 他們除了防水防塵這樣的設計之外 他們還會做一個特殊的東西 就是會有一個多一個矽膠的支撐 來撐住你耳朵軟骨 這樣子你在運動的時候 無論是跑步 還是說你是在健身房健身 那基本上你有這樣的支撐頂住你的軟骨的話 基本上都不會掉 再來就是耳機它電池的續航力有問題了 那像這類小耳機啊 或者像這種的小耳機 那他們但是充保電 原則上還是要看你使用狀況 大概都可以連續使用 大概四到六小時左右 然後再加上像真無線藍牙耳機 它的這個外殼 就是它的充電盒 所以在回充再使用 回充再使用 這樣算一算大概會有十幾個小時的使用時間 那像耳罩式耳機的話呢 其實也大約都落在七 有的厲害一點可以到十個小時 那當然這些使用時間 還是必須要看你實際上使用狀況 那什麼叫實際使用狀況 最直接就是你的音量 如果你長期都是習慣用大音量來使用耳機的話 無論是這種的還是這種的藍牙耳機 通常你可能兩天到三天就要充一次電 那觸碰式控制在藍牙耳機裡面呢 好像變成一個新賣點 無論是我現在手上拿的真無線呢 還是這個耳罩式的藍牙耳機 那開始有品牌都把觸碰式控制設計放在他們的產品裡面 那像剛剛提到的Sport 7TW 或者是我現在現場拿的這個Sennheiser真無線 還是BNO的BEOPLAY E8 2.0 他們都是具備觸碰式控制的設計 那這類的觸碰式設計 還是要非常小心 因為有的人對於觸碰的力道還不太夠拿捏 所以會變成說可能不小心會把歌暫停啦 不小心切掉誰的電話 還是說音量突然忽大忽小 或者是不小心開啟Siri或者Google Assistant 所以你在選購這類的產品的時候 最好還是到實體人們是親自體驗一下 了解一下各個品牌他們在觸碰面板上面的那個敏感度 是什麼樣的狀況 然後等聽到自己要的聲音之後 那你買回去再稍微練習一下 熟悉之後其實大概就一天兩天就熟悉上手了 就不用擔心說你不小心掛掉誰的電話 還是動不動就要跟Siri聊天 這個樣的問題會出現 最後呢我們再快速整理一下挑選藍牙耳機的一些重點 那當然我們說過藍牙耳機它是功能性耳機 所以實用性一定是放在第一 再來才是品牌跟價格這些事情 那你挑選的時候耳機的形式 它的功能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那再來如果你的品牌跟價格跟這些實用性都match的時候 那你買回去當然自然就不會後悔啦 希望今天這個影片對你來說有用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請按讚 那有任何問題歡迎底下留言 或者是寫email來跟我們聯絡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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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